弯 滑过来 逆上来 弹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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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 挑起来 弯 中间这里要鞋紧密一点 一横两横都非常靠近 中间比较粗 压下来 弯 降低一点鞋 出细弹性 直撇 撇过来 这个点就比较浑厚 把它压下来 招 尾尼亚 滑上去 往下来 挑上去 挑上去 这个重心偏高的点 然后这口也偏高的点 上去再下来 再折下来 招 取 轻巧的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然后 挑上去 折下来 张开 这里还有一点 这个滑动过来以后 这个是特色 然后底下的木啊 写得像个裙子一样 哇 拖泥带水 拉得还蛮长的 拖泥带水 合 合 上面的槽 抓得比较紧 然后有根下面碰到 滑上去 逆下来 然后这边是黏到的 显得比较紧凑 虽然我们不喜欢黏到 然后这个又细细收收 拉得非常的长 这个长是为了要表现姿态 那这个折下来放硬收紧 上去 下来 这边右下角比较长 升起来 挑起来 合 这边非常的紧凑 写得比较饱满 而小了一点 那这个小就要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这边的话就写得比较宽松 宽错又余 多进来 跳上去以后 这个点还蛮大的 它有一个带动的动作 往下准备写下一笔 的 立 立这个点是一个长点 就点长一点 然后这个滑动上去 后面圆圆的 这个撇 潇洒的蓝叶撇 拉得非常非常的长 既然长就要表现出来 书法的特色在于长长短短 那如果没有长长短短 就看起来呆呆笨 正太正 一般的长短是蛮特别的 书法家一定要做到 然后这个纸啊 哎呀 它是写这样 然后折一下 然后挑起来 靠左 挑起来点的 拉动 一点点带动的动作 其实它这里稍微宽了点 不过造写 圆 圆这个笔画 非常的粗 而且距离好像有点远了点 哎呀 跟着写 这里比较圆转 右下角比较长 挑起来 然后靠右边一点点 左边好像感觉比较宽 细细瘦瘦 然后这个上去 跳上去 跳下来 直画比较饱满弹性 逆过来以后再点 后面没有收笔 然后这里是靠右边的滑动过来 停住 盲 盲这个 往中间集中 这是宝满的 细瘦的细瘦的 然后扭转弹性的滑动上去 宝满的 宝满的 膨出来 那幽远而深圆 拉长 然后就滑动过来 这个向中间靠拢 这个也向中间 不过它比较长 比较短 长短要分清楚 盲 抽 抽它这个横满 这里非常的饱满 然后这里就细细瘦瘦的 这里没有勾 按着 跳动上去 滑动下来 饱满以后 弹上去细细瘦瘦 然后记得 都回来 都回来以后 缩紧了 然后上面伸场 拉下来 滑动过去 抽 调 逆笔短处 逆笔短处的感觉 然后细细瘦瘦 停着 然后这又来一个细细瘦瘦 越来越粗 停着 然后这里写得非常的紧凑 而且非常的挺近 然后短处挺近 这里写得非常的短 然后滑过来以后 再逆上去 下来 用力的往旁边勾出去 然后这个点挑的动作要 点 跳 要下来 带下来 减 桂 两伸 三伸 延